陳水扁今天第三天的出庭 同時一出庭就說自己精神不好 受不了 這個身體不舒服 那麼其實他在這次的出庭之前 才剛剛結束了四天的第二度的禁食 那麼為了防止他再度的禁食 現在台北看守所不排除 停止陳水扁的會面 特件 甚至放風也可能會限作 看守所也已經證實 已經是告知了陳水扁本人 陳水扁二度禁食 雖然只有四天 不過這四天 任憑看守所內人員怎麼勸說 陳水扁不吃就是不吃 讓看守所決定對陳水扁 祭出禁食規定 未來如果陳水扁再絕食的話 可能會讓他停止接見三個接見日 或停止放風 有這件事嗎 是的 我們會先勸導他 然後請他要注意身體的健康 那如果不停的話 我們可能會用這個訓練的方式 陳水扁假使三度禁食 勸說又沒效果 看守所不排除停止 陳水扁的特件 還有一般會面三天 還有一個星期的放風活動 也會停止 而這些也都已經告知陳水扁 去年底 陳水扁首度在看守所內禁食 第五天就因為身體不適 被送往縣立板橋醫院借戶 沒多久陳水扁還壓 索內也開始吃東西 但二度被羈押 陳水扁又再度禁食抗疫 所幸是靠太后吳淑貞親自出馬 只是兩次的禁食 忙壞了看守所內的醫護人員 寄出罰則 只希望陳水扁不要再不吃東西 搞壞身體 這位新聞請如何 蔡周星球台北報導